捏妳的釦子 他剛剛我們看到是說 他在用他自己的濕紙巾 擦他的濕紙巾的外包裝喔 對 這很鬼怪 不是 這很鬼怪 這是什麼東西啊 他就不小心濕紙巾掉到地上 他就... 他就這樣 這樣把它撿起來喔 然後很小心的把他打開來 然後拿一張 然後趕快把它擦乾淨 用自己的內容物 擦自己的外體 對 你怎麼會這樣呢 他這樣解說很對 這樣也想把肝臟拋出來磨練 沒有報告 主要一定是會這樣 他真的也是這樣 在地上很髒啊 在地上很髒 包包裡面是乾淨 而且食物如果掉... 餅乾掉在地上就不能吃了 當然不行 就在桌上也不能吃 就在你家的桌上咧 自己的桌上 有一次我女兒吃棒棒糖啊 在餐廳 然後那餐廳的地板是地毯 然後它棒棒糖 因為很珍貴 我平常不太要讓他吃 它掉了之後... 很珍貴 因為你媽媽不可能 就是沒事一直提供棒棒糖 所以是偶爾... 對 他就掉了 然後我就看到他拿起來 然後他就說 我只是掉在裙子上 對 然後大孩子就說 不要吃了 因為他親眼目睹在地毯上 對 我說沒關係 你把那個泡泡水 就還是可以吃 因為很難得 對啊 他就說怎麼可能 棒棒糖掉在地毯上面 你還吃 那加了多少東西 因為棒棒糖是黏的 對 所以我想說 你泡泡水它就洗過了 不行 因為被水也都是細菌啊 可以拿消過皮刀 把外層削掉嗎 不可以 有錢的媽媽 你不要任性好不好 有錢的媽媽 你可以再換一支給他 可是你就不想要讓他覺得說 棒棒糖是無止境的 可以這樣洗